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如何在疫情之下找到低价位的房产 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问题是最近特别特别多的客户问到我的问题 所以我就相当于拍一个视频做一个集体的解释 疫情之下呢,肯定房地产市场是非常非常的淡的 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数据当中呢,交易量其实是明显下降了 而且有很多的房子已经撤回变成了不看的状态了 所以说这就说明这个卖家的心态是这样的 我现在卖这套房子那可能我的价格不会很好 如果价格不是很好,卖家不是很急着卖的话 那可能他就会先放回来,等着以后市场好的时候再放出去 因为如果你一套房子现在疫情的期间很少有人看房 然后上市了,上市之后可能一百天都没有人看房 那到时候疫情好了之后别人会觉得,哇你这房子卖了这么久都没有卖掉 那这房子要么有问题,要么你非常的急这么久没有卖掉 我给你来一个低的offer,看看你会不会接受 但是对于卖家来讲这种事情在他的心理价位中不一定是可以接受的一个事情 所以有很多的卖家在不是很急的情况下 他们就会撤回他们的房子,就会告诉我们 好我们现在不卖了 那很多的买家呢也有很多想法 比如说A种买家的想法就是现在的市场可能不会非常好 如果市场有降价的这个趋势,那我在这个时候就抄底购入 另外一种买家呢就是觉得现在的市场不是非常好 但是他又非常急着想买一个房子搬过来住 或者是他有其他的想法,所以他才会入手 基本上就是这两种买家才会选择入手 但是其实疫情的对房价的影响会有一些滞后性 所以那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得到房价明显的降的一个现象 只是说市场很淡了 而且所有的卖出的在售的房子字明显减少 我们的库存量已经明显减少 我现在想找几个新的房源就挺难的 很少有人在这个时候还上新自己的房源 可是呢,另外一种的说法就是说 我们的房地产市场的这个反应会之后一些 因为本身美国就有一些还款之后的一个条约 比如说如果现在卖家还背着房贷 那他如果没有这个经济能力 不能这几个月按时付房贷的话 那银行可以延迟180天 然后收他的房贷 某些这种政策会让卖家暂时有一个缓冲的余地 所以可能我估计这个疫情对房地产的影响会在三至六个月以后才能体现出来 有很多人等着这个房价降的时候 可以触底这个收购很多低价的房子 当然我们也是一直在观察这个市场 如果说到时候有很多低价房有收购的话 我会收购很多的低价房产 当然我很多的客户也会去收购这样的低价房产 所以说低价房产等着去吃低价房产这块肥羊的人真的还挺多的 我们通常情况下做的是wholesale 所以我们本身一直就有一些低价的房产在 有的这样的资源在 可是疫情之下可能这种资源会更多一些 买这种房产就像猜盲盒一样 你不知道你买的房子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在 比方说你现在我会有一个list上面会有很多很多现在可以出来的价格低于市场很多的房产 但是呢有的房子你看他什么都很好 他的面积很好 他的位置很好 他的年份各方面都不错 可是有可能你下了定金之后去看房子的时候发现这个房子的阁楼所有的保温层全部烂掉 也有可能你会发现这个房子里面所有的drive wall都全都是大的洞 那你就要重新换所有的东西 因为像这种wholesale给的地域市场价比非常多的房子 你是来不及去看房子的如果你去看了房子之后你还没等做决定人家已经卖掉了 所以你只能拿到了你的列表你就下决心你要还是不要 所以像这种的房产一定是最熟悉正常的美国炒房市场的人去做的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稍微普通一点的购房人也可以拿得到的 就是放在市场上的那些降价的房产 那比如说有的房子它之前一直挂38万 由于疫情的影响由于卖家急着卖 那它可能一下子就跳水降到了35万 那一下子有3万块钱的降价空间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买家很有实力 卖家又真的很急着卖的话 那买家不但可以去看房验房而且还可以讲价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又讲到了34万或者是什么样更低的价格 那也就相当于你低于市场价好几万拿到了这个房子 那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deal 可是像这样的房子确实在市场上挂在市场上 让大家所有人都来看的这种 那买家就会非常的多 它就不像我们的wholesale一样 可能只有我们内部的一些经常做这些人才能知道这些消息了 所以其实对于很资深的买家来讲 炒房子不是看到市场上的那些降价房源来做的 那对于普通的买家来讲买房子买低价房就是看到市场上这些普遍的房源来做的 但是市场上普遍的低价房源你可以去验房你可以去进行正常的交易 但是如果你从wholesale手里买房买这种低于市场上非常多价值的房子的话 你的风险性就会非常高 很有可能你买了一个房子之后后来发现你要花在这个房子装修上的钱 远远的高于了这个房子本身正常的市场价值 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这笔投资就基本上宣告失败了 能拿回本来就不错了 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所以大多数的普通的投资人 包括我一些普通的客户 我都建议你还是要按照正常的途径走正常的房子 正常验房 正常看房 正常谈价格 所有都走正常的这种途径 那如果你已经投资了很多的房产 是一个很资深的投资人的话 我们这有很多的wholesale的资源 有很多低于市场价值的房产的资源可以供给你选择 你也可以喜欢这样的房子的话 随时联系我们 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的资源在 还有一种就是很多的投资人在这个时候呢 去买那种盖到一半盖不下去的房子来接盘 什么是盖到一半盖不下去的房子 就是在美国是没有拆迁的 所以说有很多的房子是人家买了这块地 然后找了一些设计师找了一些custom的一个公司来去借 但是如果经济市场形势不好 有很多人不断投钱不断投钱 他投不下去了 或者是银行借贷不借给他了 他没有办法再把这个房子盖完了 那这房子相当于对他来讲烂尾了 那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及时的止损 然后把这个现在盖到一半的工程卖出去 那像这样的话呢 他的价格也会非常的好 就比较适合 如果说你本身就喜欢一个custom home 然后你就买这样一半的这个工程 那价值又非常好 你再花点钱把它完成就可以了 像这种的话就相当于比较高阶的一些价位了 基本上在豪宅或者是比较豪的房子才会有这样的 因为如果三四十万四五十万的房子 不会有人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因为本来定制房子的价位就比较高 基本上在98万以上才可以开始定制 所以如果你想买豪宅 并且碰到了这样的资源 你也是可以下手的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三种稍微普遍一些的 可以进行炒房的一些资源 如果您以后等疫情结束之后 许有这种想炒房的这种需求 或者是想收购低价房的需求 欢迎加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们 我们有很多的房源 但是我发的房源都会相对来说 状况各方面都很好 因为第一为了吸引观众眼球 这房子好漂亮才会来买对吧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如果你发的房子就破破烂烂的 别人就很没有底 他不知道装修要花多少钱 除非您是一个非常专业的 装修过很多房子的人 投资过很多这种房子的人 你才心中有数 这就是我们平常老跟客户讲的几种 如果你想抄底买房产的几种方式 如果您有更细致的问题 想咨询的话 那就请加微信 关注我们微博联系我们吧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